用功修行啊 要是有多少相应的 你修定 或者修会 修这个界定会 有多少相应的人 就是心安心来了 你静坐的时候修职 也有多少相应 修官也多少相应 他就能调伏烦恼啊 这种人 人有一种相貌 不愿意说鲜话 不愿意说鲜话 他因为有多少相应了啊 他就愿意去修行 愿意修旨观修行 至于说是我们出 我们佛教徒啊 是我们出家以上 虽然是出了家 但是 与法还没有相应 但初开始 来到佛法里面来 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 他没能够 与子观相应 没有与子观相应的时候 他有一个 也有一种相貌 表现以外的相貌 什么相貌呢 心要不安以后呢 就要转行说话 不说话 心里面受不了 就是烦躁 心里不安 要转行说实话 就好一点 因为人就只知道自己 而不知道别人 他就要敲人家的门 要串链 到别人来 因为人在屋子里 在静坐的时候 敲他的门 敲他的门 就和人说话 而那个人性格 如果是游和一点 他当然也随顺你 你要说 他就和你说实话 如果是性格 不是那么随顺的 他立刻拒绝你 没有时间才能说话 他不怕得罪你 他心就是在运功上面 所以有些老修行 有怪脾气 其实怪脾气 有的人生来的有怪脾气 这也是 有的人是因为道心 发出来的怪脾气 这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地方 不是一般的境界 现在是说这个修行的境界 一生来就有怪脾气 那我不管 不要说 就说是修行的人 怪脾气 反倒是很好 他立刻拒绝你 不托你说笑话 但是另外的 性情 多少的 也不要说哀民 多少的通情 你愿意说话 谁说你说话 结果 你 你把他先查了 他现在最少 一下子可以最少做两个钟头 要和你说先话 可能说到两个钟三个钟头都说不完 其实修行的人 他那个心情 你说这些话 一毫千也不值啊 一毫千也不值 不值得说这些事情 但是那种 与法不相应的人 他感觉到很有意思 说出来 心里痛快 他不知道打一遍 一遍差了 不知道 这是不对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不合道理的事情 而那个用功修行的人 如果你常常这样子 他就回去 有变化 有什么变化 那修行要走了 他告假 他到边境上去 不在这 不在这 不在这出 要是那个学生人 也拼你个怪一点 一下子拒绝你 再不要通我说话了 那么他就继续用功 他可能还不知道 但是自己与法不相应 自己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 自己感觉到 我这一肚子委屈 自己好像很有理由的 要疏空 要说出来 但是那修行人 这个实在是不知道 什么事情值得这样子 所以这个事情 在我们在家居市 或者还是可以宽一点 放宽一点 我们除了家的人 要搅悟着一点 自己与法不相应 自己的烦恼 自己的业障 自己的善根还没成熟 自己懈怠 自己不能调伏自己 完了还障碍别人 不是你有意障碍 是愚痴 并不是有意障碍 就是无意中 把别人障碍了别人 这是不对的 这应该要注意这件事